高雄市政府为了抗旱预作准备 市长陈希迈9号上午前往大树区 大全净水厂后方的高平溪高摊地 视察抗旱净准备进度 并且特别制作饮料 感谢施工团队努力赶工 由于高雄主要水源高平溪 目前川流量约为历年同期的45% 可说是30年来最低 市府利用多元开发水资源方案 和水公司协力增加11口井 总计可多出4.6万吨的用水 那我们现在总共现场有7组机组 全力在进行 所以会达到原来预期的目标 而且还会超减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有8口井 增加了3.2万吨的水 那在水利署他们同步也增加了3口井 分别在其三的手机寮大寮等等 那加起来大概水资源的开发 会达到4.6万吨 所以累计我们从浮流水 到这个之前在去年 前年大家所知道的开发的62口井 那以及包括大辽的抽水站等等 这样累计备用的水源 会达到70到80万吨左右 鉴于历年来极端气候影响 在水资源的运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市府也会持续针对高雄水源 包括短期的应急方案 或是中长期开发水资源的规划 都会和水利署合作 全力确保大高雄地区供水无余 那平均我们现在高雄一天用的水 大概是140到150万吨的水量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在这个今年到雨季来临之前 我们必须超前部署 做好整个备用水源的一些方案 最后陈其迈感谢大树乡亲的支持 一同渡过难关 目前高雄供水量是155万吨 平均每日还有多余的水 可以供给台南约20万吨 未来希望南部地区的水资源开发 包括台南高雄屏东 都能够有一个共享平台 让整个南台湾不用再受到缺水之苦 记得高雄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